我有危险 兰伊亚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我会有什么 是啊 她也算是得罪了江家 虽然她说的是事实 可是江家可不这么认为 况且江家就是一个咬住人不放的狗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当时帮了他们那么多的魏长泽前辈都不放过 甚至还牵连了魏长泽前辈的妻子和儿子 江家能做得那么绝 又怎么可能放过她这个把他们对得一无是处的小辈 那兰伊亚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小辈啊 江家有那么丧心病狂吗 孙子 江家连一个四五岁的小娃娃都敢算计 怎么不敢搞你 大长老有些嫌弃地说道 让旁边的魏无羡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啊 那 那怎么办 总不能一辈子让她都不出云深不知处吧 所以 我和你二伯父决定给你整一些保命的手段 在在你身边安排一个能保护你的人 这段时间你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该怎么玩怎么玩 但是你小心 一定要小心 大长老费尽心思地说道 他可只有这么一个孙子啊 兰伊亚点头 伊亚会小心的 她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不认真 这也让大长老稍微放下了心 伊亚兄 魏无羡得到了蓝启仁的暗示了以后站了出来 他手里拿着至少十张不通的符纸 一个个递给蓝伊亚解释道 这个是加速符 能让你不管是预见还是跑路的速度提升五成 以伊亚兄的修为 预见逃跑再加上这个符的话 除非是温若寒那种神功快要大成的人应该都抓不到你 这个是爆破符 炮炸力是平常的三倍 这个是烈火符 寒冰符 这个是看修为的 伊亚兄的话 应该能冻住同修为的人五到十息的时间 逃跑或者应该趁机打败 他们应该是够的 如果他们修为比你高的话 困住他们的时间也会下降 但是帮你争取点时间应该是够用的 这个是传音符 比传信的灵蝶速度要快很多 你要是用的话 我们这边拿着对应的符的人是马上就能接听到的 也就是马上能派人 或者过去救你 大长老开口提醒道 伊亚明白 魏无羡看着蓝伊亚 看她手里浮露两眼冒光的表情 忍不住笑了笑 还有这个是传送符 不管你在哪都能把你直接传送到大长老房间里的传送阵上 只不过灵力消耗的比较大 这个灵力问题 魏无羡还没来得及改进 但是改不改进 当个保命的手段都是好的 这些符跟平时的使用方式没啥差别 除了传送符 传送符直接撕了就行 好 虽然她命在一线 但是看到这些新鲜玩意儿 蓝伊亚还是忍不住感到兴奋 每个先给你五张 要是没了伊亚兄再跟我说 魏无羡把准备好的符纸递给蓝伊亚 可千万别跟我客气哦 哎呀 魏兄你跟我啥干啥的 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虽然这么说 但是蓝伊亚还是向魏无羡形了一礼 魏兄 谢谢你 这话说的魏无羡挺不好意思的 两世下来 真正跟他道过谢的人 真的是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没事 伊亚兄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好 好 堂兄要好好的 蓝忘机也开口说道 忘机放心 蓝伊亚保证道 他知道这个堂弟虽然表面上冷冷的 但是实际上心里十分在乎他们这些家人 就连他这个不断挑战长乏人底线的堂兄 蓝忘机也从来没有讨厌过他 没有过度罚过他 伊亚 蓝启仁开口 关于保护你的人 怎么了二伯父 蓝伊亚开口问道 他觉得蓝启仁的表情有点不对劲 他 哎 总之你不要太惊讶 啊这 这什么意思啊 当然 看到一个凭空而出的红发红童 小奶娃的时候 蓝伊亚还是被吓了一跳 得知他是卫兄的女儿 还是卫兄跟蓝忘机的女儿的时候 蓝伊亚觉得这世上再也没有能下到他的事情了 你 蓝伊亚看着面前的小姑娘 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能保护我吗 到底是他看孩子还是孩子看他哦 放心吧 唐伯父 赤染歪头杀 就算是温若寒来了也打不过我哦 蓝伊亚 他更担心了怎么办 等蓝伊亚带着赤染走了以后 大长老才发出担心的声音 启仁 他问道 那个女娃娃真的能在将家人手里保住伊亚吗 叔父 这个你应该问的人不是我 蓝启仁回答道 那 魏公子 大长老您放心吧 魏无限保证道 小奶儿特别机灵 而且 他会的术法和技能比任何人都多 但是 那个奶乎乎的小娃娃 大长老 你看看蓝大哥 魏无限指着旁边的蓝西尘说道 大长老虽然不知道魏无限 为什么突然间让他看蓝西尘 但是他还是照做了 看了半天也没出什么 大长老皱着眉头 有些不耐烦了 无限 你老是让我盯着西尘做甚 这个跟赤染和他能不能保护蓝一牙有关系吗 然而魏无限却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大长老觉得这是蓝大哥 这不是西尘还能是谁 可是大长老 大哥出去历练了 而且已经走了快一个月了 啊 大长老一脸猛 他转身 看了看蓝起人 又看了看蓝忘机 兄长确实出去历练了 叔父 西尘已经出门有一个月了 啊 这回大长老彻底震惊了 不说 现在他面前的蓝西尘 他这一个月 可是不止一次看到蓝西尘 在云深不知处走动的呀 结果现在 他们告诉他蓝西尘已经出门一个月了 那这个西尘 这个是小染做出来的 魏无线拍了拍蓝西尘的肩膀 确切地说是小染儿的幻术 再加上大哥的灵力 配合怨气和指人做出来的假象 指人 对 魏无线点头 这个 替身 竖法 其实就是他无聊的时候 弄出来的小指人的升级版 只不过 这回不仅有了实体 还有了能代替本人的 感情和平时的习惯 这个是他研究灵力和怨气的时候 突发出来的想法 当时他发现 一个人的灵力 会带有着他自己本身的正面的感情 而每个人的灵力 又因人而异 有些修为和天赋高的 甚至还会带上特殊属性 这一切 让魏无线想 灵力 会不会带有个人信息 所以你就把灵力 附在指人上 大长老问道 这样真的行得通吗 还真不能怪大长老 这一切听起来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光用灵力是行不通的 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 是只有正面感情的 魏无线解释道 如果一个人表面上 只有展现出正面感情的话 那他一定是装的 人有喜怒哀乐 有脾气 个性还有秉性 缺少任何一个 都不能成为完整的人 所以光用灵力做替身 就等一只做了一半 而没有负面的那一半的话 那你认识的那个人 还会是那个人吗 魏无线拿出几个新的指人 一边开始在上面画阵法 一边继续说道 人呢 在悲哀的时候会改变 会为了不让自己再受伤害 而吸取经验 这些也是决定一个人的脾气 秉性和个性的因素 魏无线画完三个指人 把自己的灵力和怨气 各分成两股 分别注入在三个指人上 然后那三个指人站了起来 代表着三个不同的魏无线 明明是指人 但是在座的蓝家人 却看出了这三个指人的不同 在魏无线自己的眼里 光有灵力的那个 就像是回溯前少年时期 还在江家欺骗自己的魏无线 那个时候的魏无线 已经把自己麻醉到 只剩下开心两个字了 而光有怨气的 就是夷灵老祖事情的魏无线 那个时候 虽然自己总是说 他非要在独木桥上走到黑 但是心里却因为乱葬岗 摄日之争和江城的断裂 只剩下不安和自我怀疑了 其实现在想想 如果那个时候他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有些正面的情绪的话 他可能也不会失控 甚至可能直接轨到大城了 结果那个时候 本来就在没有金丹 丢了骄傲和修了邪道 而深受打击的魏无线 却一次次地被算计 被不断地打击 直到后来他终于崩溃了 哎 说多了都是教训 经验 现在平衡了两者的他 不活着好好的吗 怨气和鬼道也没能再影响他 反而让他的心神和灵魂 更加地强大 当然 就算鬼道以后能再影响到他 他也不怕 这次他有蓝湛 有赤染 有蓝大哥 有聂怀桑 有叔父 有蓝艺雅 还有以后的温情温宁他们 魏无限相信 这些人会在他再次掉入深渊之前 把他拉回来 这 蓝启仁和大长老一惊 面前的两个指人竟然 自毁了 魏英 蓝忘机马上抓住了魏无限的手 知道回宿前的事情的他 感到了深深的危机 两个都自毁了 难道说 除了怡陵老祖时期的魏无限会死 如果当初魏无限一直在江家开开心心的他 也会死 就是这样 一个只有一半感情的人 终究会因为承受不了压力 而自我了结 所以 做替身 除了最重要的幻术来改变外表以外 就是能达到平衡的灵力和怨气了 当然 修炼也是这样 只认识一半的 自己是不行的 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